安波足球快信 2020年12月20日 白礼顿与石飞联哀兵上斗 星期日晚上,英超有两场比赛展开各族,其中较早时分打响的是两支下半区的教量,为副班长石飞联作客挑战白礼顿 主队以四轮不升,排名直落英超第16,而石飞联更是惨不忍道,赛季至今依旧未赢过,两队今次教量可以叫做水兵斗海军 各拿一分理应是最理想的结果 另外,大家可以登入M直播收看这场比赛直播和赛事前瞻 赛季到现在,白礼顿踢得最漂亮,最有含金量的两场战亦都来自11月份 分别是第九轮客场而被一击拜亚士东维拉,和第十轮主场憑住柏斯高歌斯绝杀球战和利物浦 这两场焦点战确实吸粉不少 但是踏入12月之后,白礼顿神奇不在,先是被修咸顿逆转 再被里斯特城振三弹,其实这两场输球都能理解 不可以理解的是上轮和升班马富咸交手,在控球率,角球,拦截次数等多方面数据占优的情况下 依旧同对手战成和局 此役之后,白礼顿英超排名来到第16名 虽然白礼顿赛季至今进攻都算理想,马奥比和柏斯高歌斯等人均有两眼的发挥 不过截止目前,海欧和石飞联是英超为二主场还没开差的球队 恰恰金铺主场和石飞联交战就看可不可以赢波的绝好机会 值得留意的是,白礼顿高歌斯最近两个英超主场都有波入 这位人轻金场比赛表现值得关注 在阵容方面,中场伊斯基亚道同前锋科连安东尼因伤不可以上阵 日前结束的一场石飞联主营曼联焦点战中 没有退路的石飞联球生欲望非常强烈 麦高力黑闪电式破门一度座主队领先 曼联随后在近30分钟连追三波完成反超 哪怕麦高力黑临中场前回开二度 最后结果仍然是2比3输球 这场波之后,石飞联头13轮英超紧紧收获可连的一分 在积分榜战底位置傲视群雄 从上赛季的大黑马到今季的保组队 石飞联的表现堪称在那玩过山车 现在他们染然变成了英超头号降班大热门 相对于惨淡的防守表现来说 最值得细说的应该是球队的进攻 正所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但在石飞联身上完全看不到 赛季到现在除了麦高力黑一人独得四球之外 仅有比利沙柏 新达贝治和麦班尼三人有过一个入球 如何踢出有威胁的进攻才是 主席基斯韦达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幸好今仗对守白礼顿近期的状态 同攻防水准和石飞联差不多 都是一个较差的水平 今次对女石飞联势必打醒12分精神全力应战 在阵容方面 后卫干尼同中场坚恩拜仁等人皆恩相忧战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留役军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球? 当然看M直播啦 看M直播 看M直播